哈囉大家好,我是四格林 最近K-POP真的充滿著洗腦的歌曲 有哒哒哒,有Cococo,還有妙 對了,你是貓派還是狗派? 9月6號出道的五人女團妙 是YG的王牌製作人Teddy 於2016年創立的The Black Label旗下第一個女團 相信有在聽K-POP的朋友應該對Teddy非常熟悉 基本上以前YG的音樂都有經過他的手 像是在Bitband Blackpink的歌曲大部分都會看到他的名字 最近終於要合體的Teddy也是由Teddy一首打造出來的 也因為他製作出了無數的爆紅金曲 成為讓上述的團體都走向國際的幕後工程 因此有了王牌製作人的稱號 所以一有要籌備女團的消息就讓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加上每一位的成員出道預告反應都非常好 跟團名一樣是個貓系的完顏團 有各種風格 平均年齡才16.7歲 但在台上的氣場非常強 出道曲一出來評價很兩極 和想像中的風格不太一樣 有種要炸不炸什麼都有 但有什麼都少一點的感覺 雖然看得出來是有砸錢的大製作 但就是少了什麼 也讓大眾開始覺得原來Teddy跟梁玄璽是要綁在一起的 團體是由Teddy打造的 但其實這首出道曲並不是由Teddy親自操刀 隨著陸續登上達哥舞台讓評價開始反轉 五位成員在台上展現十足的魅力 讓現場演出比MV更加精彩 完全不像是剛出道的新人 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舞台是9月8號的人氣歌謠 一看到腦中馬上就有一個想法 那個開場根本就是名模生死鬥吧 已經可以想像之後他們身上會有不同的品牌 而我現在已經學乖了 聽到聽不懂的歌曲就多聽幾次 或是配著舞台看後來就會發現每一首都真香 各位不妨也試試看這個方法一起加入貓派吧 雖然現在網路上的資料其實還蠻少的 但我還是等不及想要先和大家分享他們 所以就來簡單的介紹一下成員吧 首先是19歲的大姐蘇穎 出生自大邱的她從小就非常熱愛音樂 學習了鋼琴小提琴等 此外她也很喜歡跳舞還學過芭蕾舞 因為在藝術學校讀了6年 所以兒時曾經夢想成為一名畫家 英文能力也相當不錯 真的是充滿藝術氣息 2017年12歲的她開始成為練習生 2019年成為了The Black Label的練習生 經過5年的時間終於成為了喵的大姐正式出道 而在出道預告中展現了非常精彩的舞打動作和舞蹈 展現了她身後的舞蹈功底 在舞台上有非常好的表情管理和力量控制 氣場非常強大 人眼外貌下是個開朗的大衣人 是對上的氣氛擔當總是充滿能量 反差感非常大入坑點滿滿 期待蘇穎繼續帶來精彩的舞台 同樣是大姐LINE的卡丸只比蘇穎小了15天 出生自美國紐澤西從小學時移居到韓國 來到韓國後就讀國際學校 所以對說英文感到比較放鬆 但她也對語言很感興趣 所以也學過西班牙語中文和日文 大家好 我們是妙 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你們喜歡妙 非常好 也擔任過各種化妝品跟服裝的模特兒 還當過愛迪達的童裝模特兒 應該是先讓各大品牌看看卡王代言的樣子 有著酷爪的臉和174公分的身高 相信很快就會被找上的 出道後也展現了魅力十足的低音炮和舞台魅力 在舞台上真的有種捨我騎誰的霸氣 據說在出道前參加過許多歌唱比賽 期待未來卡王能夠展現更多她的歌唱實力 今年18歲的Anna出生自日本 2015年10歲的時候參加了試鏡成為了雜誌模特兒 2019年成為了日本知名雜誌Seventeen的專屬模特兒 要寄進這裡真的非常不容易 現在許多知名的日本藝人都是從這裡出來的 而Anna在這段期間也收穫了不少人氣也拍攝過日劇 2021年為了專注學業選擇從Seventeen畢業 同時她也對韓國跟K-pop充滿興趣 收看了不少韓國選秀節目 像是Produce系列還有Eyland等 喜歡的團體是Blackpink和Everglow 也因為這樣讓她有了成為偶像出道的夢想 並且在試鏡時就是唱Blackpink的Love Stick Girl Anna成為了第一個Seventeen的前專屬模特兒 以K-pop女團的身份出道 在出道預告中有非常多鏡頭都神似子餘 她清純又充滿高級感的外貌也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台上就算穿上氣氛褲也有一種典雅的感覺 期待未來Anna展現更多的樣貌 團體最後一位公布的Narin出生自韓國今年17歲 有著和年齡不符的成熟外貌和173公分的身高 天生衣價值的她從學生時期開始擔任過許多雜誌的模特兒 從小就喜歡音樂並有了想站在舞台上的想法 因此決定要前往偶像這條路 進入到公司約三年的時間終於原夢正式出道 在出道預告中讓她換了許多服裝和造型可以輕鬆駕馭任何造型 在台上的氣勢就像是出道好幾年的超級大明星一樣 表情管理非常驚人實力也很好 和卡文同樣都有著迷人的歐美低音炮 Rap起來非常讓人著迷十分有魅力 兩人都會西班牙文也用這句話來表達對方是靈魂伴侶 而Narin除了有著和年齡不符的外貌同時也有和外貌不符的少女心 她非常喜歡粉紅色並且對健康的食物非常感興趣也經常一個人做飯 真的是少女跟老靈魂的綜合體 同樣是ENFP的她非常活潑 聽說也是她們的官方泡泡之中最長舌的 期待之後Narin再次用實力來震撼大家 蒙內Ella是第一個被公佈的成員 遺傳是韓義美籍的媽媽和德義美籍的爸爸 有著精緻外貌 2008年在美國洛杉磯出生大約2歲時跟家人回到了韓國 在公園和媽媽一起玩的時候被星探發覺詢問是否想當雜誌的模特 Ella感覺很好玩就開始成為了童裝模特 拍攝過許多知名品牌的時裝罩被稱為韓國最正小學生 之後回到美國工作停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但因為她還是很想工作所以父母幫她找了一家經紀公司 媽媽為了能夠照顧她持續律師的工作成為了她的經紀人 現在才15歲了她早已成為許多時尚品牌的御用模特 出道前IG就有400萬的追蹤 而從小就喜歡唱歌跳舞的Ella在2018年和公司簽約 當時10歲的她因為出眾的外貌成為了熱門話題 高冷的貓系臉蛋讓她有小Gennie的稱號 和公司簽約後一年會回到韓國拍攝3到4次 而每一次回來Teddy都會安排一位老師一對一教她跳舞 Blackpin的成員也多次發出和Ella的合照 甚至還帶著她一起直播看得出來他們非常喜歡她 隨著女團出道的計畫開始推動 公司也詢問了Ella和她的父母是否有意願成為練習生 當時因為她的模特兒工作已經很穩定人氣也很高 但還是毅然決然的決定轉換道路成為了團體第一個公開的成員 也期待Ella未來繼續帶來精彩的表現 最後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看法 在出道之前就有許多媒體將他們譽為下一個blackpink 更是有非常多人將他們跟Babymonder來比較 我是這兩團的粉絲其實我覺得沒甚麼好比的 他们本来就是走不同的风格定位完全不同 Baby Monster由他们独特的嘻哈感和超强现场实力 而妙有着无可取代的时尚魅力实力也在水准之上 他们都不应该成为谁的接班人而是成为他们自己 看得出来Teddy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感的团体 而妙正好有非常欧美的唱腔和语言能力 入住国际市场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加上前面刚刚说的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感觉 就已经浮现他们各自代言精品大牌的样子 搞不好真的在哪一天会上演真正的名模生死痘 而取名为妙的寓意是My Eyes Open Wide 就像故意把团名取为妙每个人都有着反转魅力 将大家展现酷炫有力的音乐和强烈的色彩 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可爱又温柔的一面 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是四格林 喜欢影片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Ig也帮我追踪起来 谢谢大家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